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所谓的素质问题 尤其是底层的这些社会大众 很多生在海外的 甚至一些旧在内地喜欢 你好你好 喜欢冒充外宾的 总是把他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愚民 叫租民 甚至把中国称为 诸谷 你好 或者是支辣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 就能够接受的一个称法叫什么 叫造武 是吧 含造量 这个没问题 大家基本上可以接受 但是其他的一些称法呢 其实就 很不理想的 你好你好 有许多自认为他是高端人情 或者说已经开了眼 睁开眼看世界了 他们高高在上的做出一副 启蒙大众的这么一个姿态 一开口 这是要途径租民 其实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有问题的 中国人 尤其是底层缺乏这个教育的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尊敬案来了 他的问题在哪呢 中国从49年到现在 所有专科以上的这个教育加在一起 不到一个亿 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人群中 大学毕业的这个比例 它是不超过10%的 这个受教育的比例 在全世界平均数来看 都算是相当低的 中国呢 它分很多个类型 你比如说一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乡镇 以及边缘山区 大多数中国人 他受到的教育 他是不完备的 初中以下的 在农村很多 那么中专以上的 在城市很多 它只是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 有许多中国人呢 他从生下来 一直到他死去 他甚至没有出过他的县 不是每个人都出来打工的 人从农村 抛开手里的田 抛开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这种生活 到城里来打短工 或者做农民工的 是主流不错 但是他并不涵盖全国的乡村 我们知道这个民工输出大省 不过也就十个 很多地方还往国外跑 我又不是叛徒 啥叫抓住一回啊 没事没事 那谁 所以呢 我经常看到这些人的批评很极端 去年我批评过一个教授 没点名啊 我这人胆子小 一般不点名 是吧 一开口呢 就是要空降中南海 是吧 你说完了以后 就你这路吃 你能带队吗 你能带什么路啊 对不对 完了还 呼吁海外的华人加入各国的军队 你加入各国军队有用吗 你跟中国如果说发生战争 你这些玩意儿 你上了战场怎么办 对面来一美军 是吧 黑头发黄皮肤 你再凑近一看 那是哪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的公子 是不是 完了之后 你说你把他杀了还是不杀 你把他杀了吧 你回去肯定你立不了功 是不是 人家属不报仇 就在对得起你了 你不杀呢 不杀他杀死你 是吧 所以这东西很麻烦 现在有很多官员 把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晚辈都弄到国外去了 你让他们加入美军加入法军可能吗 他要能吃得了这些苦他会跑到国外去 他连自己的父母都舍弃了 所以呢 很多这些批评家 我听他们一说愚民 哇操 你什么东西啊 你骂别人愚民 你算什么 百无一用是书生 知道吧 就这种这种口号 喊得很响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见到的很多 他们一直在批评中国 其实呢 这两年也流行了一帮人 就这帮人呢 他是 根子上 他就觉得自己比较优越 一开口就是支拉 你知道支拉这个词什么时候来的吗 我们通常认为它来自于梵语 它是跟着佛经一阵传过来的 那么后来有考证 说是印度呢 也是借用的 是吧 支拉一词源于汉语中的情 也有人把它考证为静 是吧 英文人借用以后写在佛经里面 完了传到中国来 公元九世纪左右呢 传到日本 它也是随着这个佛教的传播 传到日本 日本一千年来 民间非正式对中国的称呼 都是支拉 甚至 清朝灭亡的时候 中国的反对党 也把中国成为支拉 那么这是一个古语啊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一直到1946年 通过种种的外交努力 试图废制这个词 最后呢 谢谢 谢谢 最后呢 1930年左右 日本政府在外交语言 就书面语言中 取缔了支拉一词 1946年 日本政府明文规定 永久性的废纸 对中国称呼为支拉 这是靠什么 这是靠二次大战 你站队了 你才获得了这么一个 对你的这种尊荣 禁止别国用侮辱性的语言 来称呼中国 现在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 抓的就用 其实我告诉你 知道中日战争 并不是问题 知道天语声明 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 在国际 关系中 不允许一个国家 对另外一个国家 使用这样的称呼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两次天语声明 日本 试图把中国 当作自己的保护地 要独占中国 这是一个 门罗宣言式的东西 很多人并不知道 那么他们完了以后呢 贸贸然的使用了这个词 我经常看到一些人 自得意满的宣称 支拉怎么样 支拉怎么样 我就搞不懂了 贵州 就没了解 我没去 但我都要 去的 过去 你 大致的 你就跑 你就觉得 素质 怎么样 就是我 中国人 很难有一个 是道德底下 中国人的这个 还是有一种约束的 这两个方面 道德 法律呢 是有两个 一个 知道的这种大明律 大唐律 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 对底层的中国人 相归 法律 因为你是 是 绿 绿的 相归 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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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 这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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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不 不可能 中国的县乡村 甚至顶 你都会 其实 因为我 他打掉了 没有 所谓的这个 它是 这个流皮糖 这个流皮糖 你是没有 因为 因为 到这个 外面 发 大多数 没有经历 所以这个越来越来越多 不是有不少成 整个社会它是一种无序的状态 你没有规矩 犯了错 没有处罚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奢谈这些东西 有什么意思呢 你说闯红灯 随地吐谈 这东西大家都在干 随地吐谈 我可能是几十年没做过 但是闯红灯的事 基本上每年都做个一两回 我觉得我就挺优秀了 比我差的人多了去 但是这个标准你在世界上能通行吗 很多国家它一次都不允许你 去违反规定 人家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 他很扎实 中国人就不是 你是想不抢红灯啊 你不抢红灯你等呗 是不是 你要等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 你要是真带到交通规则来 可能你过个马路 你需要几十分钟 你愿意吗 所以生活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中 所谓的素质问题 它其实跟监管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监管的严重了 其实很多风气 想纠正它 非常非常快 你好你好 根本不需要去过分的担心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它不是解决不了 说中国人的素质低 素质低是因为 长期以来 他没有监管 你一旦给他上了规矩 还有人会插队吗 还有人会闯红灯吗 中国的底层百姓呢 他有一种农民式的交接 他们相当相当的认现实 他不听你说什么 你说得再好 没用 因为他总觉得 你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 你肯定是想从我这捞取些什么 那么我就需要见到 现实的回报 否则我就吃亏了 大多数中国人 其实都是这样 从每一件小事上 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他认现实 凡是不能换成钱的东西 我们都是没兴趣 因为我们看不到利益 我们经常被忽悠 我们经常上当受骗 所以呢 很多宣传民主 宣传自由 想把中国一步带进现代社会的 这些人都会感觉到很沮丧 他们就在骂 中国人的素质低 或者说把自己摘出来 中国底层民众的素质低 中国整体的民众素质比较低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考虑过一个问题吗 你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你是怎么定位的 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去重新投胎 换一个黄头发 绿眼 那你就得正视这一点 你得认识到 就算你娶了一个白人 你生下来的孩子 他也有一半的比例 是黄皮肤 那么改变不了这个现实的时候 你就应该看清楚 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中国的整体素质是什么样 你不要老想着 我在整个这个国家 我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民众素质相当相当的低 中国的民众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底层的民众 他们非常的勤奋 这个国家就是靠他们扛下来的 哪怕遇到再严苛的法律 再严苛的政策 中国一直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底层的民众 他们要是不做工 他们要是不种田 中国早就崩溃 所以中国人的忍耐力很强 他们很现实 他们要让自己活着 要为后代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的变化 最终起决定作用 还是底层的这些人们 他们的素质中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他们有一个优点 他们非常的坚韧 他们始终觉得 在我们这个国家 应该走的不是我们 而是中共 最近十来年 底层的这些反抗 其实是层出不穷 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 就在他们身上 他们是中国社会 变革的 唯一的动力 摇旗那喊的人 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问题 中国的社会问题 还是在于中国的基础 底层的中国民众 他们相当的善良 但是他们的善良呢 有一个局限性 他们只对自己信任的人 只对自己熟悉的人 也就意味着 中国传统意义上 他是没有国这个概念 就现代国家这个概念 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 中国历来是守土 保家 所以我说 中国底层民众的素质中 他很优秀的一点 就是他知道 他会坚定地捍卫什么 当你把他欺负到 无路可走的时候 他也知道 两害相权取其心 中国人历来有一个说法 叫不怕不识字 就怕不识次 最后这个字 是事情的事 我从来没有 把自己看成什么明白人 因为在中国 在中国的广大乡村 张大明白 李大明白 到处都是 他们不一定有多高的学问 但是他们很看得清 中国是什么样的人 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中国这个国家呢 他不专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 从古到经 所谓的文人 他和中国的乡村 都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人对自己 经常有一个要求 叫做根炉传家 他们始终知道 自己的根在哪 所以批判中国的时候 批判中国人的时候 请你们不要忘了 中国基层的民众 底层的素质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低 如果说你只看到了一个侧面 你没有完全的看到 他们的整体 你就始终 看不到中国的未来 你只有抓住了 底层的需求 才能借势 掀翻这个政权 打造一个新中国 要是我没猜错 下一个政权 也不会是民主的 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一个专制国家 它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和王权 混杂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国家 中国底层的民众 他们有自己各式各样的特点 但是你始终记住一句 他们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 不会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干扰 他们有自己坚定的步伐 他们这种坚韧 或者你把它称为叫治理 是少数人流转不过来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 带动民众奋起的这些 所谓的英雄人物 大多数都人亡正习了 只有依照中国整体民族意志的 这些政权才能相对的长久 我希望批评中国民族性 批评中国人素质的这些人 能够好好接触一下乡村 接触一下基层 不要高高在上的 去放口炮 去批评人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跟解决问题 或者说了解中国的本质 它是没有关联的 你想知道中国人的素质 多认识几个中国人 躲在苏栅里 或者试图在一些小资的聚会上 去骂两句 是理解不了中国的 永久性的脱离中国 脱离中国的现实 就成不了 了解中国的批评 因为这种偏面性 长久以来会导致一个幻觉 即便你有了很多的头衔 你终归 还是一个外病 好了 今天可能有点卡 我回头回看一下问题 看看是什么问题造成 我前面买了一个美图手机 完了以后呢 它不支持这个 不支持这个 YouTube的直播 完了我又换了一个在泰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个OPPO OPPO F7 那么在泰国呢 很热销 销售量很大 到处都是它的广告 而且呢 它确实 也是那个摄像头比较好的 大概是那个叫什么 大概是那个2500万像素的嘛 是吧 我原来买的那个美图是2400万像素的 我一直觉得我长得比较磕 对吧 那个如果再拍的花里胡哨的 更麻烦 我巴不得给我拍的这个相机 是吧 它有一美图功能 自动把我修正一下 让我减减肥 是吧 我本来是这么个意思 好了好了 那谢谢啊 既然不卡 那就最好了 反正先混着呗 对吧 好的咱也买不起 车合着用 如果真不行了 我们咬牙一多脚 再换个新的 那咋办 不行 那个每天也就半小时差不多了 其实我就是一带而过 我也不敢怎么说 你说急了 我急眼了 我也怕人盯着我 饭不走 知道吧 好 再见 晚安